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释放加国人制图文章来源 RFA于2019年2月23日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 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 加拿大华人政治事务委员会发表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 希望释放被中国关押的两名加拿大公民 与此同时 一份民调显示 许多加拿大人相信美国司法部对中国华为公司首席财务长孟晚舟的指控 加拿大华人政治事务委员会是一群所谓华裔第二代组成的政治团体 他们透过加拿大国家邮报发公开信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信中请求中国能释放被关押的两名加拿大人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弗 如果不能立即释放 至少先改善他们被关押的条件 该组织创办人尼安东表示 依照加拿大前大使麦嘉莲透露 汤明凯和斯帕弗两人每天面临长达四小时的审讯 这种虐待是错误的 加拿大是以人道合理的方式对待孟晚舟 她住在自己家中 可以自由活动 孟晚舟在加拿大这边 她是有比较好的情况 不管从人身自由也好 主生活状态也好 而在中国的加拿大籍人士 他们其实没有相对平等的对待 信中并提到 是美国对孟晚舟提出欺诈主洗钱和违反制裁的指控 不是加拿大 加拿大只是需遵守加美两国的引渡条约 最终会不会引渡都还需要法院判决和加拿大司法部长同意 而两年前 中国政府寻求与加拿大签订引渡条约 加拿大亦同意进行谈判 如果该引渡条约已经签订 加拿大也必须依照中国的要求逮捕嫌犯而开始进行引渡程序 这就是引渡条约的运作模式 宁安东说 不应该将孟晚舟的问题犯政治化 因为这都是按照司法流程进行的 信中并指出 向两名无辜的加拿大人当作人质 不符合中国将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形象 加拿大华人政治事务委员会的成员马罗宾表示 中国应该要展现泱泱大国作风 不要以牙还牙逐以眼还眼 而用更开放包容的心态来处理当前问题 中国现在有这个实力去温和地处理这个事情 因为中国在国际上已经有这个影响力了 他们可以不用制造这种事件 但还是可让西方人主让世界听到他们的想法 这批华裔二代多是二主30岁的年纪 他们说发生孟晚舟事件后 有许多第一代华裔移民表达支持中国立场的做法 使加拿大主流社会感到狐疑 他们身为华裔二代 希望传达不同的声音 尼安东表示 他不认为发公开信会惹恼中国政府 因为信中说法就是论是主理性平和 若假定中国政府会恼怒就不敢出声 反倒是对中国先入为主的不公平态度了 而根据加拿大纳诺斯民调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 44%的加拿大人相信美国对孟晚舟的起诉指控是有道理的 12%则支持中国说法 认为孟晚舟未从事任何不法行为 但也有44%的人表示不确定 至于加拿大政府逮捕并引渡孟晚舟的方式 是处理的好吗 40%认为很好 24%说普通 28%认为不好 另外 有78%的加拿大国民认为 现在到中国旅游的危险程度比过去五年要大 在节目结尾 只有我们推荐的你可能有兴趣的视频 若您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节目 请订阅、打赏和点赞 您的订阅是我们制作出下一期节目的动力 我们始终不办高声 我们力求直播传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